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多火 至今观众们脑海里依旧存在F4并排走来的帅气场景 以及山菜天真单纯的模样 而这些主角现如今在演艺圈也可以说是混得非常不错 退去了青春的智能 多了一层成熟的魅力 但是对于很多观众而言 我们能记住的也许就是这么几个主角 对于一些配角 时间一久 这些角色在我们脑海里就变得模糊了 就像当初在剧中饰演道明寺姐姐的徐华凤 也被渐渐让观众遗忘 但是这个角色既霸气又爽快 在当初也是一个非常讨喜的角色 但是剧外的徐华凤就没有剧中那么讨喜 成为了网友们口中讨伐的对象 沦为了人们八卦的谈资 这是因为当初徐华凤插足别人的家庭 她甚至苦苦等待了七年 才等到原配离开 这才成功嫁入了豪门 但是即便这样 这种少奶奶的日子还没有享受几年 仅仅三年的光景 她就得了癌症 最后全身器官都衰竭 躺在了丈夫怀中去世 也许是她最后的慰藉 徐华凤于1970年11月25日 在台湾出生 从小就长得标志的徐华凤 成年之后更是出落得十分漂亮 于是1989年 当时正在读大学一年级的徐华凤 前去报名参加了 家乐中国小姐的选举 当时刚上大学的她才19岁 是那批选美比赛者中 年纪第二小的那一个 但是尽管年纪是第二小 徐华凤还是取得了很好的名次 拿下了选美比赛的第四名 这次选秀也意味着徐华凤的正式出道 刚刚踏入演艺圈的徐华凤 拍了写真集 《如果在天堂》和《风情万种》 成为了当时的郁姐代表 不仅如此 她还发行过唱片《如果在天堂》 她不仅参与过流行花园中的道明庄 还参加过很多电视剧的拍摄 就像在梅花三弄之水云间中 饰演三姨太苏晴 在华视拍摄的电视剧 《打红灯笼高高挂》中 饰演何领地 还饰演了台湾版 《我本善良二》中的苏晴晴 在当时也算是一颗 冉冉升起的星星 但是徐华凤的星图并不长久 在2004年的时候 徐华凤就做出了 淡出演艺圈的决定 并且开始经营一个服饰店 于是她15年的《追梦》演艺圈 就差不多结束了 但是远离娱乐圈的徐华凤 并没有就此淡出观众们的视野当中 反而是一直陷在绯闻事件中 在她还身处娱乐圈 在拍摄《我本善良》这部剧的时候 徐华凤就和香港艺人温兆伦之间相互吸引 可以说是因为这部剧而结缘 而情投已合 但是这个时候的温兆伦 是有女朋友的 这场感情来得不应该也不道德 温兆伦脚踏两条船 也因为这件事情差点断送了演艺事业 但尽管如此 他们还是决定在一起了 并且两个人还开始了同居生活 所以尽管两个人最终还是分开了 但在大众眼里 徐华凤仍旧是一个 曾经破坏别人感情的第三者 有过两次失败的感情 这回徐华凤将目光锁定了豪门 因此徐华凤又和台湾富商蔡臣男之子蔡孟臣在一起了 但是历史又再次上演 在徐华凤还和蔡孟臣 没有分手的时候 他又和徐中华传出了绯闻 这一来徐华凤又成为了众人的画饼 仿佛第三者这个名头 是从徐华凤身上去不掉了 但是徐华凤似乎并不在意外界的风声 2002年的时候 他甚至还和自己的女经纪人 传出了有超过朋友之一的感情 总之一直绯闻不断 直到认识了富商汤伟 这才让徐华凤真正安定了下来 但是这位让他安定下来的男子 却又是一个有富之夫 和一个有富之夫的爱情 绝对不会轻松 也不会有真正的快乐 那个时候当徐华凤介入比他大 15岁的协商汤伟婚姻的时候 可以说是在社会上掀起了渲染大波 但是徐华凤面对社会上的指责 依旧和汤伟不肯分离 两个人甚至开始了投居的生活 还为了他心甘情愿地退出了演艺圈 但是尽管如此 每到周末汤伟还是要回家 陪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这又是算什么呢 这样的婚姻是可悲的 但是这样的爱情也同样不值得祝福 因为这甚至更加可悲 当一个人借助了两个人之间的爱情 当三个人插足了别人的家庭 看似第三者和出轨者之间的爱情很甜蜜 但是他们确实拿着伤害亲人的筹码 在自己愉快 这是一种极其自私及无耻的行为 但是徐华凤还是坚持了七年之举 一个女人的七年啊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 她一直陪伴在汤伟的身边 甘愿坐着别人眼中的情妇 就这样她靠七年的时光 激奏了汤伟的远配 她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走进豪门了 但是这是一场成功吗 也许在她自己的世界里 她成功了 她甘愿用七年的岁月 等待一个有家世的男人 也许是情深意切 但是这两个人的欢愉 却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 千等万等 终于等到了远配离婚了 2008年的时候 汤伟就取了徐华凤的打算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 这个时候徐华凤偏偏被查出了胃癌 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 让所有的人都措手不及 没有一丁点的思想准备 徐华凤自己曾表示 因为得知自己患癌的消息 来得太过突然 自己一度情绪十分低落 大哭了两天 的确癌症就像是一个补速之客 没有预告 就像平地惊雷 炸乱了一锅人 但是不幸中的万幸是 汤伟并没有抛弃徐华凤 而是陪着徐华凤一起抗癌 并且一直在徐华凤身边陪伴着 每天鼓励他 这让徐华凤勇敢地走上了艰难的抗癌之路 在切除了全位之后的徐华凤 后来又因癌细胞扩散半年内做了五次化疗和25次放射性治疗 这才让病情得到了控制 而之后两个人也很快有了结婚的计划 于是2009年7月4日 徐华凤和汤伟在巴黎道结婚了 在抗癌期间 徐华凤还担任过抗癌大使 到处做公益 成了很多病友心中的榜样 在结婚后还开展了在内地的事业 原本以为这段经历 辛苦的爱情终于有了结果 两个人终于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可是好景不长 上天没有眷顾这个女人 仅仅三年的时间 徐华凤就被诊断出了 胃癌复发 这次他再也没有挺过去 胃癌导致他全身器官衰竭 无比痛苦 原以为终于有个好结局了 但命运还是给他们开了一个玩笑 但是值得让人欣慰的是 不管这段感情的起源 有多么的令人唾弃 但面对徐华凤的癌症 汤伟一直没有放弃 不管是治疗期间 还是最后无法挽救之时 汤伟都一直守在徐华凤的身边 就连徐华凤去世 也是在汤伟的怀中 这场美梦实在太短暂了 仿佛一瞬间变成了泡沫 别人的感情 外人确实没有立场干涉 但是这种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爱情 数不敢沟通 不论是徐华凤的温兆伦 还是后面的汤伟实 两个人自己倒是得到了最满意的结果 但是温兆伦当时的女友 和汤伟实的发妻和孩子又何其无辜 我们都知道对这种渣男没有在一起是最好的结果 但是这么多年的感情 那么久的青春又有谁来负责 孩子们的成长之中 没有父亲的陪伴 这必定是一个巨大的伤害 徐华凤在大众的眼里 也许从来不是一个好人 是在很多人眼里都是不齿的第三者 爱情有很多种 但是唯独这种爱情是不值得让人尊敬的 爱情也许没有先来后到 但是却讲究责任的 徐华凤和汤伟之间的爱情是背弃了道德和责任的 但是徐华凤和汤伟之间的感情也有十多年 十多年的不离不弃 甚至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也没有抛弃对方 也熟识有些让人感动 只能说他们的这段感情 岂是孽缘 终是善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一次视频就是他了 同时可以关注一下大嘴的Facebook 大嘴余记 更多精彩资讯 请在大嘴余记 敬请关注哦